是快筛世纪终于来了 而疫情指挥中心是在昨天27号宣布 最新到货的5000万剂快筛 就从今天28号开始 以实名制的方式提供给民众购买 而卫处在第一线的药局 也提前贴出了贩售的方式 在疫情升温之际利用分流的方式 希望能够减少民众接触的机会 详细的内容请记者张志仁带我们关心 是的主播由于本土疫情升温 国内快筛世纪需求量大增 各地药房更是出现断货潮 疫情指挥中心27号宣布 家用快筛世纪实名制从28号开始 民众可凭健保卡或居留证购买 贩售五年零限制 一盒五剂售价五百元 并比照口罩实名制 以身份证单双号分流 但在疫情升温之际 未处贩售第一线的药局也各出其招 提前在门口贴出贩售方式 为了避免增加民众染疫风险 有药局防照过去口罩实名制方式 请民众先拿健保卡登记 从中午开始发放 利用分流方式减少人群接触机会 这波预计将提供一千万份试剂 给民众购买 另外除了药局 现行通路包括量饭店 便利商店和药妆店等 都仍有贩售快筛事迹 以上是记者掌握的情况 主播